- 吃完了? 結帳了? - 好啊,哎呀,我又沒有帶銀包 - 不如先幫我付錢吧 - 好啊,我幫你付錢,你用Apps賺錢給我 - 但是我沒有利用那個PlayMe,怎樣付錢給你? - 但是你有G付寶嘛 - 他們又不是朋友,怎樣相通呢? - 什麼你這麼外出的,現在不同的電子錢包和銀行 - 錢都可以轉來轉去的 - 看來你轉數都是不夠快的 - 讓我教你登記轉數快吧 - 雖然這樣說都沒錯,但是就要等到9月30日 - 以往框行獲數,部分的銀行會收手續費 - 又要入擁場的戶口號碼 - 落了order之後,又要等多1-2天才真正獲數 - 但是當金管局推出的快速支付系統轉數快 - 在9月30日全面開通支付服務之後 - 就打通支付界的任督義務 - 提供平台連接不同的網上銀行和電子錢包 - 每星期7日,24小時運作 - 被用戶隨時隨地免費 - 即時跨行跨電子錢包獲數 - 更加可以為電子錢包增值 - 和在網上或者銷售點給錢商戶 - 獲程只是需要輸入手機號碼 - 或者是電郵地址 - 又或者數一數個二維碼 - 用起來更加方便 - 至於收錢又如何呢? - 市民在9月17日開始 - 已經可以預先登記一個預設收款帳戶 - 首先要登入手機或者網上銀行 - 又或者是電子錢包 - 再選其中一個帳戶 - 並且輸入綁定的手機號碼或者電郵地址 - 通過一次性的密碼驗證就登記完成了 - 其實快速支付系統是金管局去年9月 - 為了力穀金融科技Fintech發展 - 而公布那七招入面的重頭戲 - 雖然內地、韓國、新加坡、印度和瑞士等地 - 早就已經推出類似的系統 - 但金管局,香港的快速支付系統 - 有兩個獨一無二的特色 - 全世界我相信沒有哪個地方的快速支付系統 - 是有兩個幣中的 - 即是我們是人民幣和港幣 - 即使大家經常說內地的手機支付是很發達 - 現在你用兩個大的陣型 - 這個電子錢包那個領域的電子錢包 - 你是互相付不到錢大家的 - 你是要經過回到銀行戶口 - 接著銀行戶口再出回去 - 但你直接付錢是付不到的 - 將來我們這個是可以的 - 現在至少有21間銀行 - 和10間儲值支付工具營運商 - 參與快速支付系統 - 部分的銀行為了吸引客戶使用 - 已經推出銷錢的優惠來搶客 - 一旦綁定那間銀行的戶口 - 做預設收款帳戶的話 - 就可以獲得現金獎賞了 - 除了個人對個人P2P轉帳 - 轉數快還發展個人對商戶 - 即是P2M的網絡 - 暫時有至少雙位數字的商戶參與 - 商戶要參與轉數快 - 就需要安裝電子支付系統 - 而在香港電子支付中端方案供應市場 - 市佔率有近六成的EFT進盟國際相信 - 轉數快的推出會加劇支付系統的競爭 - 預料各大支付系統為了吸引客 - 會大幅降低對商戶的收費 - 預料有更多的商戶會樂意加設電子付款方式 - 發足支付系統出現的話 - 現在未有一個真真正正的P2H - 可能有一個費用是收到多少錢 - 但一定是相信比起現在 - 傳統的Visa Mastercard的率會比較低 - 競爭出現的話 - 商戶就見到 - 以前我擔心成本又高 - 我就不安裝了 - 現在見到成本可能是低了 - 我懷疑這部機在用也沒問題 - 好啊 - 盧俊傑相信 - 隨著更多的商戶加設電子支付系統 - 電子支付中端機的採購、開發 - 及維護服務需求將會增加 - 可以帶動公司的業務進一步增長 - 束燕 - 逆 - 貼 - 規復 - 找得很明顯 - 達 - 聖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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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